俄罗斯虽然惊吓滑,可是军事实力依然稳步向前,丝毫没有借贷。 这与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,是紧相连的。 邵伊古可谓是一位,大名鼎鼎的厉害人物,拥有卓越的才能。 使得他晋升之路,快要一天就从上尉到少将。 1955年出生的邵伊古,是俄罗斯联邦土瓦共和国人。 2012年,普京认邵伊古为新的国防部长。 这位国防部长上任以后,就为俄罗斯进京尽力。 由于其强硬的处事的狗风时刻秉持着俄罗斯传统军员的血性,使得他的民间和军队的威望极高。 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,这位统帅海湾大军的国防部长,虽然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军员应有的气息,却没有当过一天兵。 大学毕业的邵伊古,一直从事技术类的工作。 由于当时正处米苏冷战时期,便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一名预备一上位。 在苏联解体的当年,他又成功竞选上俄罗斯救援队队长。 由于邵伊古的有效领导,由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,迅速发展成为专业的军事组织。 所以,如此有能力的他,便很快得到了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赏之。 两年之后,叶毅清更是将还是上位的邵伊古,直接提成为少将。 一天时间之内能有如此快的提升,是纵观俄罗斯整个历史,也找不出第二人了。 随后的出色的表现,又得到了梅德维杰夫和普京的高度认可, 并很快在2012年的时候,邵伊古接任了谢尔九夫的位置,成为俄罗斯新一任的国防部长。 虽然及其上位之际,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都不乐观,军事什么的更是捉襟击手。 可在这种困境下,尺伊古依然能够依靠自己非凡的才能让俄罗斯军事呈现好转趋势, 作建其领导能力。 而纵观少谷的职业生涯,从上位当少将,再从少将当上国防部长只用了两步, 而且还是个同位有过,兵业经验的国防部长,当真不愧是一盘其人物。